你竟然發出來的口號 或是說你的策略就是要把這些小檔都賣掉 大票都給別人說 這些小檔都賣掉 我們對你這麼好 對你這麼好 要把你撩起來 你要把我們創好刺 這是恩將仇報 你知道嗎 這個小的看得下去嗎 因為我們這半年多以來在外面拉票 拼命的幫自己拉票 幫賴清德拉票 但是越來越沒有力氣 越走腳越軟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推出的東西 都是要砍死我們這些小檔的一些策略 比如說 他一直在外面喊 三黨都給民進黨 三黨都給民進黨 三票都給民進黨 那我請問你 一票是總統嘛 一票是區域立委嘛 另外一票就是政黨票 政黨就是我們這四個 范綠小黨活命的唯一的機會 結果他第三票也要給民進黨 這就死掉了嘛 這四個黨 這是魯力量 四個黨就是 這也等於拿刀子砍掉了民進黨的四根 如果民進黨是一個椅子的話 他把自己的四根腳給砍掉了 這邊有一個模型 這個概念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第一個 像勞工運動 激進黨這個被挖掉了 砍掉了 第二個 環保運動 綠黨上次還有三十幾萬票也被挖掉了 第三個 像青年運動 時代力量大概也面臨滅黨的危機了 也掛掉了 第四個 台聯黨代表中小企業 代表我們這個比較右派主張的 也被挖掉 各位 他四根腳都斷了 你說賴清德會不危險嗎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拿這個賴清德穩嗎 這個題目來開這個基礎 也就是說我們覺得他的 這個政黨票的策略是錯了 應該要跟泛律的幾個小黨要共享 這個加起來是將近七百萬票的選票 那這樣子才對賴清德的選情有幫助 否則的話 這些小黨都 而且都是泛律的喔 泛律的小黨都被你這個 什麼 搶救王毅川 那個搶救王毅川一聽就知道 就是要滅小黨 他用一個名嘴 然後把那個所有的選票都濃縮起來說 要救王毅川 救了王毅川 害死了其他四個泛律小黨 那我問你小黨已經自己自身難保 他怎麼去幫你賴清德去吹票 這個是一個愚蠢的政策 他可能會救到王毅川 王毅川要救王毅川一百多萬票 一百多萬的票 因為上次十三期 這次王毅川是十六名 他還騙人家說王毅川是十四名 錯 因為那個十四名 前面還要塞兩個女生 所以他其實十六 從十三跳到十六 必須再用一百多萬票 那如果泛律的一百多萬票 被這個民黨吸走用 其實我們另外四個小黨 大概都死定了 那就變成小黨死翹翹 賴清德會掛掉 這個很危險 絕對不是我們台電在危言聳聽 大家請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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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